想請教一下總召,就是今天還會去守夜嗎?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有被拍到說離開立法院的時候,有警察護送總召,那想問說是有申請警力嗎?還是現在警方的部署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今天接下來在記者會結束以後,我們黨團會進行內部的會議,才會進一步討論,所以我現在在黨團沒有決定任何事以前,我無法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答案是沒有,有警政署的人,兩個還是三個我忘了,從幾天前就在問我,說是不是有需要申請水護,我第一次就跟他們說不用,然後第二次又來說,那你不申請我們自己派好不好? 我還是說不用,這十幾年來,這十幾年來,從以前在馬政府時期,走街頭,參加那麼劇烈的運動,甚至還得罪過媒體大亨,黑道。 我一路走來到現在,從來沒有申請過水護,所以我對你的問題是沒有,那你如果有看到我跟立法院的駐衛警走在一起,可能是因為我跟他們感情都不錯,有的時候會陪他們聊聊天,問候他們,最近是不是值班太辛苦了?大概是這個樣子。 怎麼看這個中國流亡作家袁紅斌,二月就披露習近平只是要佔領台灣立法院,另外今天是提問,怎麼看民進黨現在好像在動員群眾,似乎想要透過陳情抗議的活動來對藍白施壓? 第一個,袁紅斌講的東西,我老實講,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事實依據是什麼,無從評論,但我可以再強調一次,我個人以及台灣民眾黨都沒有收到習近平以及北京任何的指示,我是不是現場跟所有委員可以確認這個事情? 確認嗎?我們沒有一個人接到習近平個人或是透過代理人對我們進行任何的指示,所以我不知道袁紅斌這樣講他的事實基礎是什麼? 那第二個部分的問題,您剛講的是? 床外群眾的陳情抗議? 第一個,就對於公民透過方式表達他們的想法,我們都尊重。 我們只是強調,我們討論事實要就事論事,本於事實。 那我們要呼籲的對象是民主進步黨,請民進黨,請民進黨不要再用造謠抹黑的方式,不負責任的去煽動,去散播不實的假訊息。 因為這個會真的弱化台灣的民主。 執政黨帶頭造謠,受傷最深的是台灣的民主。 委員,另外要請教問一下,因為剛才國民黨總召傅昆奇,他有說他收到線報,民進黨動員了中南部的黑道,他要求警政署來保護他。 委員,這邊你們民主黨收到這樣的線報,怎麼看傅昆奇的說法? 第一個是,傅昆奇的線報,到目前為止,我個人沒有收到這樣的線報。 那,但其他的事情,等我更確定一點來龍去脈以後,我再跟大家報告。 因為有一位有犯罪前科的人,在立法院的電梯裡拍了我的照片,往外傳。 他的意圖是什麼?我正在釐清當中,我這個人做事,是有依所以,實事求是。 我再強調一次,我沒有收到像傅昆奇一樣的線報。 但我收到的是一個有犯罪前科的人,進了中心大樓,在電梯裡拍了我的照片,往外傳。 我還正在釐清他的意圖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再一次的在這裡,收到了一個非常讓我們難過的消息。 就是明天民進黨不只在立法院,要做人生的謾罵之外, 最重要,明天他們準備用暴力攻擊的方式,來對付在野黨。 我想我們在這裡,再次譴責暴力,用暴力帶進立法院的議事場內。 民進黨,希望你懸崖勒馬,尤其是柯建民柯總召, 到底是你個人的意志,要來攻擊,拳腳相向暴力對付在野黨。 還是賴清德總統,說再三表達少數服從多數,是不是已經無效。 沒有辦法約束柯建民,讓他持續的用暴力,來對付在野黨。 我們明天,嚴陣以待。另外,除了在議場內的暴行之外, 我們也收到憲報,民進黨已經動員中南部的黑道,要到臺北來, 對所有的在野的立法委員,做人生的殘害。 所以我們在這裡,隆重地宣布,隆重地宣布,如果在野黨立委,遭到不明人事的人身攻擊, 不只卓榮泰院長應該要下台,內政部長要下台,警政署長要下台, 這是全世界最嚴重對台灣的恥辱,就是國會議員, 被外面的不良黑道分子來攻擊。 我們再次呼籲柯建民、柯總召,民進黨懸崖勒馬,不要用這種暴力的,這種非法的手段,來傷害在野黨議員。 我們在野黨,今天在這裡正式宣布,我們要求警政署,對五十二位國民黨立委,在國會改革無法刪讀通過以前, 要全程保護五十二席所有在野黨的立委,人身的安全,出入的平安。 我們再次譴責暴力,譴責執政黨,用流氓的行徑,來對付在野黨的立委,甚至準備暴力相向,做人身的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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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